年轻一年 耗资1.64万亿日元 最贵奥运会闭幕 钱都花在哪儿 这座主体渔场造价1569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3亿元 门票收入几乎为零 旅游消费拉动无力 最贵便巨亏 东京奥运会给日本留下哪些遗产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8月8号点燃了这个夏天的 东京奥运会的盛火熄灭了 但是奥运史上如此特殊的一届奥运会 仍然是我们大家关注的焦点 那今天呢 我们想就从财经的角度 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这次史上最贵的奥运会的成本收益比 究竟如何 那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魏亮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 欢迎两位 那为什么我们说东京奥运会是史上最贵呢 根据东京奥总委公布的经费统计数据 本届奥运会预计耗资是1.64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是970亿元 那这已经是深奥时预算的两倍了 这些巨额的投入到底都花在了哪 疫情的巨大压力之下 如何来评估本届奥运会的经济拉动效应呢 那今天的讨论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日本东京的 我们财经频道的特约记者王翔 王翔你好 看不是当天我记得我们连线的时候啊 你提到了东京奥运会经历的一些波折啊 以及当时仍在扩大的东京的疫情 那到今天整个东京奥运会顺利落下帷幕之后 这十几天当中我很想知道你在日本又有哪些新的观察 好的 张宁晚上好 那么这两天呢 多家日本媒体公布了上周末进行的最新舆论调查的结果 那么尽管各家的这个数字啊不完全一样 但是整体来看呢 对于这个东京奥运会举办结果表示满意的 这样的受访者比例呢 基本在六成上下 那么这和奥运会开幕之前 绝大多数受访民众希望取消或者是再次延期呢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转变 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日本选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金牌术和奖牌术呢 都创下了日本在历届奥运会上的新高 那么所以当地的这个民众啊 对东京奥运会的好感度呢 是明显的提升 不过多家日本媒体的这个舆论调查呢 同时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 却创下了新低 那么其中最低的呢 已经是跌破了30% 这样的支持率呢 被媒体比喻为已经进入了危险水域 那么这样的结果呢 显然是出乎菅义伟本人的预料啊 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呢 顺利举办奥运会应该是可以提升支持率的 所以在奥运会期间呢 菅义伟通过电话 还有这个社交网站 频繁的与金牌选手互动 那么想要借奥运会来拉抬人气 然而日本疫情的大幅反弹呢 抵消了奥运会金牌效应 原本可能会给这个内阁支持率 带来的提升作用 虽然奥运气泡里面的防疫呢 是取得了成效 但是在气泡的外面 我们看到日本当地的疫情 却是不断的在扩大的 奥运会期间呢 东京单日的新增感染 从首次突破3000例到4000例 再到5000例 那么说明日本实行的 所谓的这个疫情紧急状态呢 基本无效 奥运会的满意度呢 没有转化为内阁支持率 那么这就有可能 让菅义伟想要连任自民党总裁 和首相的计划呢落空 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呢 将在9月底之前迎来总裁选举 国会众议院呢 10月下旬也将戒满持续扩大的疫情之下 后奥运时代 日本政局的不确定性的正在增大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东京的观察 整理 好的谢谢王翔 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观察 就像王翔刚才所说的 在开幕式当天 其实我们就提到过 日本的民众对于本届的奥运会 在一开始是多多少少 要有一些抵触情绪的 但是随着这次的奥运会落下帷幕 日本体育代表团是取得了历史的突破 一共获得了58枚奖牌 是创造了日本奥运参赛史上 获得奖牌数的一个最高纪录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民调显示民众对于奥运的 这个好感度已经在上升 但是刚才王翔也确实提到了 最新的民调显示 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是下滑到了28% 也就是说对于奥运的满意度 并没有转化成对于执政派的 这样一个支持度 我们来说一说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民调 它到底背后又折射出了民众 到底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东京奥运会虽然结束了 但是老百姓的这种获得感 好像还没有跟上来 第一个就是说为了防疫 再加上奥运会 日本一些地方 进行了四次的紧急状态的宣言 很多地方是三次 所以说每经历一次 这个紧急状态以后 经济就会下滑 那么今年可能日本的经济负增长 它一定是定局了 那原来开奥运会 它总有一个对价 就是开奥运会 增加旅游收入 增加消费 但是这回没有 只有一个负增长 老百姓有点犯愁 第二个就是 在筹备奥运会的过程当中 日本实际上实施了 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但是应该说总体来说 日本还是更加注重 怎么办好这次奥运会 经济上的措施不多 所以说虽然投了大把的钱 经济上没见效果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日本的奥运会办完了 未来怎么办 好像兼政府 没有给老百姓 一个明确的方向 老百姓也不知道 说那我们就回到 再回到原来那种 防疫的生活当中吗 还是说经济 从此以后就变了一个新模式 有一个新的状态呢 不知道 所以大家获得个没 没上来 就对他产生了一种怀疑吧 所以还是说 这届奥运会 的确很多方面 它非常的特殊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觉得 就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 应该全球对待 这次奥运会 比如说到底举不举办 举办会怎么样 心态都很复杂 那日本民众 对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心态 其实也很复杂 那方面 一方面他是有这种期待 一方面他也很焦虑 一方面他觉得很高兴 还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一方面呢 他也其实感受到了 很大的压力 那主要就是表现在 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带给大家的实惠 以及带给大家 额外的这样的压力 可能对他们来说 跟他们的期望 其实相差非常的大 那我们知道 刚才说了 就是几次的这个 就是说紧急状态宣言 那么每一次呢 实际上有测算 就是认为说 每一次这个紧急状态 宣言的状况下呀 那么日本呢 这个GDP实际上损失 可能都要达到 600到700万亿日元 就大概是6到7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看到 日本实际上 他自己的GDP 也就是在5万亿美元的规模 所以这实际上 已经相当于 他GDP的1.2%到1.4% 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他目前的经济的GDP增长率 都是很低的 甚至是负的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一点来说呢 我们看到菅义伟 这已经几次的 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宣布 那么这一次的宣布 甚至在第二次宣布的时候呢 整个时点 刚好是落在奥运期间的 所以大家自然是感到 非常的焦虑 那无论是说 这个奥运的收入啊 或者是说民众 本来期待说 是不是经济刺激 和奥运经济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实惠啊 可能大半都会落空 所以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心态上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我不是特别的 觉得能高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觉得在这个抗疫的时候 就是这个防疫的时候 那么你现在大量的投入 都是投给了奥运会 而且呢 因为需要防疫 所以奥运会的投入 实际上又大部分的增加了 而没有真正的落到 这个防疫史的社会秩序 恢复正常 这样的一个结果上来 所以他心理上也不是太平衡 所以在之前我们看到 68%的人 对这个都没感觉 对 78%的人甚至表示说 不想开 最好是别开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心态 其实是很复杂的 对 其实万哲说到了 也是非常关键一个词 就是关于这次的疫情 因为之前很多 这个民众的不满情绪 可以说就是来自于疫情之下 政府在耗聚资来举办奥运会 但是用来防疫的支出 却有限 那么这些钱 到底在奥运期间 都花在哪了 花的值不值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根据东京奥组委公布的经费统计 本期奥运会预计耗资 16,44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70亿元 从支出类别来看 场馆等硬件设施的支出 占到总经费的近一半 运营 安保等涉及到人工的 相关费用占比44% 主体育场主要由日本中央政府出资兴建 造价1569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3亿元 预计今后年均运营维护费用 折合人民币将达到1.4亿元 日本政府此前曾经考虑 把它改造成球类比赛专用场馆 容纳人数可以从目前的6万8千人 增加到大约8万人 但目前并无定论 此外 东京都政府计划把6座新建的 永久性场馆用于举办比赛和演出 同时考虑出售场馆冠名权 日本曾经多次举办国际赛事 在场馆的后续运营方面 积累了较多经验 本季奥运会足球比赛场馆之一的 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 整个租下来举行婚礼 三小时租金最低只要人民币5900元 这里每个月还会定期举办 全年使用天数将近300天 本官的提到这次官方的数据说 预计是耗资了150亿美元 但是不同的市场机构 其实有不同的预测 我们看到有的机构预测说是超过200亿美元的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伦敦奥运会的总成本 110亿美元相比 它的确有了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所以大家难免会问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支出 真的是因为疫情之下 难道有一些特别的支出吗 应该说奥运会它是一个 半举办的过程 它是个系统性的工程 所以说想把预算算准是非常不容易的 原来东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提出的75亿美元的数字 大概是一个概算 可能算的是我要建多少场馆 有多少项目在哪里举办 但实际上有很多跟它要连接在一起的问题 可能没有算进去 比如说运动员通勤这条路 我要做安保措施 我要保证它畅通 这也需要钱 再加上我们说有了疫情以后 外部的冲击就使得它有很多工作就要需要改变 这也需要钱 所以说在做这个预算的时候 其实是在东京要作为是做了好多版预算 做了400预算 从75亿到了150亿160亿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应该说是一个逐渐把 它的支出具体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它又出现了好多意外 比如讲2020年没有举办成 那就像说饭店已经做好了 基本上快做好了一桌饭 的时候说客人不来了 那你这桌饭是不是都能等到第二天再吃呢 恐怕不能完全的放置 就得重做了 对 所以比如说付的一些厂租这些钱 那恐怕就要寄入这个预算里面去了 因此在随着防疫形势的不同 包括奥运会它运转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使得说要想把这个事情算得到快到毛 这恐怕是特别难的这件事情 但是确实是就是说奥运会举办的过程当中 那确实是一个很花钱的事情 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把奥运会办得更好 所以说可能花的钱 这个支出其实无上限 但是万哲咱们如果从精打细算的角度来衡量的话 你觉得这些钱对于日本来说有没有真的花在刀刃上 我觉得应该说它还是花在比较刀刃上的话 我觉得因为它的整个的审计过程来说也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从目前我看到一个数据 是日本自己的这个会计检察院 它对它的支出是有一个公开的一个这个报表 是说现在花的大概是273亿美元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当然总体来说这个比它设想的开始的预算 肯定是要高出很多的 就像刚才魏亮说的 它在这个防疫啊等等的时间拖延上面 肯定是花了一些额外的支出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疫情的原因 东京奥运会实际上是大大的这个支出超过了它的预计 而它的收益呢又大大的要低于它的这个预期 那么收益来说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门票 那大概是损失大概在八九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有的人会说说你这个和也在整个当中也不算多是吧 其实还是很不少的 如果你只算它的比如说这个体育场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啊等等啊 它其实还是很多的 其他的就难以计量了 你包括因为人来的比较少啊 可能就是没有游客 那么是吧你所有的服务业 以前等着的这个旅游啊观光啊是吧 其他的一些啊 本来都计划着说酒店啊是吧 对 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有所获取的 那包括我们看到像东京都 它本来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之前 就是在今年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 那么它之前呢是大概这个账上是有九千亿日元 就趴着 然后到了今年的时候呢只有两千七百亿日元了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防疫的原因 其实本身它自己的财政也是比较捉进店中的 那么它现在的这个债务也比较的高 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 整体来说它的这个支出和它的这个预算的差和它的预计的收益的差是拉大的 对我们的确看到这次这个奥运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叫空场嘛 空场办奥运 对于我们的奥运会的这个主办国也好 赞助商也好 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这个赞助商甚至是要求日本方面退钱 那一方面它是史上最贵 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说它是史上巨亏的一件奥运会啊 到底它的这个成本收益比该怎么算 那这次奥运会的这个经济拉动效应又该怎么衡量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董军的看法 奥运仍然是一个高度线下化的一个商业模型 虽然奥运本身强调它的非商业性 但是呢由于它的成本过高 所以呢主办一届奥运会必须要考虑到收支平衡的问题 以日本为例吧 它有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计划 需要一个是拉动人气 二一个让它的国民重新体验一下 比较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生态下 如何去更好的融入这个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日本现在处在一个后制造时期 日本在开发混合和特别是电动汽车这方面 它需要有开拓新的海外的市场 它有可以利用奥运会去向海外传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现在身办一届奥运会对于一个发展中向发达国家 这个阶段在进发的是它的吸引力是非常之大的 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国家综合的特别是服务行业和相关领域的 它的竞争力和它的这个基础的水平 特别是软性实力的这个提升和培养 这种机会是极其难得的 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考量 我们知道东京是首个两次举办奥运会的亚洲城市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 日本经济是强势崛起 而且当时四年之后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所以之前我们也探讨过 日本对于本届奥运会是有它很大的一个期待值的 那今年这个亏损的情况 我估计之前也有预计 但是亏损依然要办奥运 我们就回到说奥运对于主办国的这个吸引力 到底是怎么来衡量 应该说很多国家都认为说奥运会能够主办的话 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里程碑 它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但是我们说毕竟上一次东京举办奥运会 这次来说环境包括他们发展的目标 都不同了 所以说没办法说真的要拿这次去比上次 说上次办得怎么样 我们这次就要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目标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难 应该说就是说奥运会 它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它不是一个扭转力 它只能说比如说在日本 它是从55年到70年 它是一个高速发展期 奥运会在1964年的时候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让比如说这个劳动生产率 固定资产投资是上百倍的增长 这是一个催化的作用 但是现在日本经济的很显然大家都知道 是在通缩的边缘 那么当然了 日本也希望给它展示一个别的形象 比如说展示一个生活方式大国的形象 比如说那个纸座的床 比如说这个环保的基因牌 这是日本的方式 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那么这次奥运会如果能把这个展示出来 也是一种不错的表现 所以我们讲可能不能单纯的从这个算小账 算钱算赚了多少钱的方式来看这个 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个词叫奥运遗产 它其实强调的就是你要看它未来的一个长期的收益 东京有一项研究说奥运会的回报将会远远超过成本 预计会给日本带来1270亿美元的额外需求 所以万泽怎么看 它可能将来对于日本带来的一个长期的效应 我觉得奥运遗产其实上是一个多方面的 那其中也包括比如说经济上 政治上 文化上 包括环境上 包括有时候还有技术上 实际上可能都对它有一个促进 那我们看到很多城市过去争相举办奥运 实际上就除了咱们经常讲的社会上 文化上的这种因素 这个大家都众所周知了 它实际上会觉得说奥运经济 实际上也能在里面 就是我真的在里面 其实也赚到了钱 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 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奥运经济 可能会面临一个多维度的挑战 从东京奥运实际上也能看出来 这包括就是全球经济 都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那么讲1964年 它举行过奥运会的时候 那时候1967年 它的GDP就超过了法国英法 1968年就超过了西德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这实际上应该还是要说 它当时的经济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而不是说因为举办了奥运会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到了1974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的总和的这个生育率 就已经跌破2.1了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 比如说劳动力的人口结构 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有一个 就是总和的这个劳动力 在逐渐下降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目前来说 仅仅靠说我们要靠办一个奥运会 来实现我们的经济目标 我觉得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那么尤其是在有一些城市 包括我们看到的 比方说李约 是吧 过去蒙特利尔 它可能甚至有一些 因为在预算各个方面 自己估计不足 产生了一些负债 或者又是说 像这一次的这个场馆利用 有的场馆利用很好 它的场馆利用可能就不是太好 那么它就维修费用很高 我觉得日本将来 可能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挑战是多维度的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来听主播收品 欢迎回来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 除了我们今天所算的 这样一个成本收益比之外 其实不能忽视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 它会留给主办国 一笔奥运遗产 那国际奥委会官网 对奥运遗产的定义是指 每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举办之前筹备期间和结束之后 为主办城市当地人民和奥林匹克运动 创造的长期利益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 奥运会对于主办城市的发展和变革 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而且有形和无形的遗产 也将会在多个层面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 这恐怕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就可以描述的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明天我们节目再见